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尤其是和经常同频出现的野蛮男人相比 更为高贵幼儿的气质赋予了他们十足的魅力 在游戏的设定里 吸血鬼往往伴随着吸血 这一理解我家的游戏机制 不但能对敌人造成伤害 同时也能给自身提供生命恢复 像在英雄无敌三里 吸血鬼作为亡灵阵营的招牌兵种 就可以吸收敌方的生命值来给自己补充 英雄联盟中的吸血鬼 即便是残血的情况下 也能凭借Q技能和大招吸血 带来极大的收益 也让他成为了后期最无奈的英雄之一 在大量艺术作品的演绎下 吸血鬼被设定为 多在夜间活动 吸食人血的奇特生物 那本期节目 我们就来讲讲吸血鬼文化的起源 那些关于吸血鬼的传说是怎样诞生的 吸血鬼是如何从民间故事 一步步演面为如今小说 电影和游戏的热门元素 英文中的吸血鬼一词 最早出现于18世纪上半夜 但关于吸血鬼这一概念 和有关吸血鬼的传说 却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 早在公元前美索布达米亚 古希腊和罗马等地区的传说中 就出现了吸食灵魂的恶魔 和如毛银血的恶灵 不过这也只是概念相似 这些恶魔 恶灵和如今的吸血鬼 还是有着不小的差异 反大是和聊哉字意里 爱吸引惊奇的妖怪设定有些相似 而说现代吸血鬼形象的真正起源 则是来自于欧洲中世纪的民间传说 在这时期 还出现了大量关于吸血鬼的记载 12世纪英国历史学家威廉 就在他的书中 记载了早期吸血鬼的传说 传说有一个男人 发现他的妻子给自己带了绿帽 为了抓到妻子出轨的证据 蒙天夜里 他就悄悄地趴在二楼的窗户上偷看 结果没想到一个不小心 从二楼摔了下来 第二天就去世了 妻子出轨 还害得自己小命都没了 这个老哥当然气不过啊 所以他的怨念积攒 在死后变成了一只怪物 在他的张力过后 附近的居民 还是能看到他的小镇上游荡 还会不时地听到一些可怕的嚎叫 小镇的居民当然十分害怕 所以每天晚上只能待在家里 紧锁门窗 可即便如此 这个从坟墓里爬出来的怪物 还是接连杀害了许多人 并且在这段时间 小镇又开始卖起了瘟疫 来势汹汹的传染病 致死不少人遇难 一番商讨后 人们决定打开男人的坟墓 并将他的心脏挖了出来 又放了一把大火 才将怪物彻底消灭 威廉笔下这个从坟墓里复活的尸体 正是吸血鬼早期的形象 与之类似的 还有北欧神话中不死的生物 德拉格 他的外形类似于尸体 身体肿胀 肤色发黑 不仅看上去十分丑陋 闻起来还有一股腹臭味 他平时就住在坟墓里 看守自己的宝藏 所以只要是有路过坟墓附近 都有可能被他残忍的杀害 从这两个故事可以看出 早期传统中的吸血鬼 和我们如今在影视错评中 看到的帅气优雅吸血鬼的形象 大向静体 早期吸血鬼的形象 更像是死后变影的丧失 而且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 有关吸血鬼的传说 都没有引起有多大的轰动 直到17世纪末 东欧地区将这些吸血鬼的传说 广泛报道 并在之后广泛流传于西欧各地 这才给后世的文学创作 打下了基础 那这些关于吸血鬼的传说 为什么会在东欧地区广泛流传呢 大约在14世纪左右 意大利率先开始了文艺复兴运动 经济的复苏 主要让人们的自我意识觉醒 他们开始发扬人文主义精神 倡导自由和理性 尤其是在16世纪达了顶峰后 各地区的城邦和人们的生活水平 都得到迅速的发展 西欧倒是发展了起来 可不少东欧人民还饱受经济落后 地区偏远带来的诸多不便 生活贫困再加上思想不开化 所以带有迷信色彩的吸血鬼传说 在这里甚受欢迎 至于到了18世纪 东欧还宣起了一股 骇人听闻的力杀吸血鬼热场 据说当时有大量的吸血鬼目击者 他们不仅到处挖掘坟墓 还以捕杀吸血鬼的名义 肆意杀害流荡汉 甚至连政府官员都组织起了 收敌吸血鬼的活动 这一系列因为迷信和无知 诱发的残忍屠杀 导致了大量民众陷入了极体恐慌 有的人害怕被吸血鬼袭击 很多人则是担心自己 随时会被当作吸血鬼给处理的 因为人们长期的心理压力和高度紧张 很多地区还爆发了群体性的精神疾病 患者们焦虑恐慌的情绪 在当地迅速蔓延传播 通话是在18世纪初 东欧这些大量有关吸血鬼的报道 传入德国 恰好东普鲁市地区 又先后爆发了几次传染病 搞得当地人也爆发了对于吸血鬼的恐慌 恐慌过后 人们也陷入了思考 所谓的吸血鬼究竟是什么呢 或者说吸血鬼是否真实存在 在当时 一部分人认为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吸血鬼 所谓的吸血鬼 只是人们面对瘟疫等灾难 豢养出来的产物 另一部分人则生性不已 他们声称吸血鬼是存在的 吸血鬼就是从坟墓里爬出来的尸体 由于这些关于各种鬼怪的流言 传的神乎其神 严重影响了人民的暗定生活 于是在1755年 奥利林女皇玛利亚特雷莎 就派出了自己的私人医生前去调查 医生在调查过后 就对吸血鬼的传说 提出了一个合理的解释 他认为那些被视作吸血鬼的异常尸体 可能只不过是因为缺氧 低温减缓了尸体的腐烂 而并非什么吸血鬼 像罗马尼亚当地有关吸血鬼的传说中就提到 如果一个人去世之后 家里有人或者牲畜也离起死亡 那么很有可能这个人就变成了吸血鬼 所以罗马尼亚人会经常开关咽尸 防止尸体变成吸血鬼祸害百姓 如果死去的是小孩的话 人们会在三年后打开坟墓 如果是年轻人和成年人去世后 人们会在五到七年后掘开坟墓 打开棺材看到的是一堆骨头 那就没啥问题 但是尸体如果没有完全腐烂 就会被人们当作吸血鬼处理的 我们都知道尸体腐烂过程的快慢 会受细菌、温度、湿度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尤其是在东欧地区气候寒冷 人死后下胀 尸体的腐烂速度也会变慢很多 再加上皮肤和牙龈失去水分而收缩 就会露出脂甲和压齿根部 作为现代人 大家都知道这是正常的尸体腐烂过程 但如果是一个思想不开化 并且对尸体自然分解过程 一无所知的古人看到的 肯定会吓个半死 还以为这是从哪儿冒出来一个面色惨白 尖压力爪的怪物 所以在了解了原因之后 女皇特丽莎在当地颁布的法令 禁止人们在以捕杀吸血鬼的名义 打开坟墓和吸毒尸体 和我之前给大家讲的狼人传说类似 如今随着科学医学界的研究 很多学者认为吸血鬼的传说 与各类传染疾病 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像是肺解核就会导致病患可血 食欲减退和疲惫乏力 而我们常在电影和游戏中 看到吸血鬼的形象 大多都是肤色惨白 身形消瘦 狂犬并引发了胃光 狂躁 亢奋 也和吸血鬼不能借助阳光 具备攻击性的设定相近 不过最多的一种说法就是 吸血鬼形象的产生 和一种罕见的疾病 不灵病有关 不灵病 之前我在男人的节目里 就给大家讲过 简单来说 不灵病属于一种 非常罕见的血液疾病 是由于人体内血红素合成受阻 打致不灵类物质 在身体里大量积压 进而引发人们的皮肤 或者神经系统的多种并发症 不灵病患者在发病时 可能会出现四肢无力 瘫痪 癫痫等症状 严重时还会引发多种并发症 打致病人们出现幻觉 焦虑和精神混乱 而不灵类物质 一旦受到阳光照射 就会转化为毒素 会使患者的牙齦萎缩 让牙齿变得长而尖 甚至还会让手指僵硬变形 这些都和吸血鬼的外形特征较为接近 所以为了防止止外线加重病情 不灵病病人只能在夜间出没 这和吸血鬼咒服夜初 习惯夜间活动的习性极为相似 甚至在1985年 加拿大生物学家大卫多芬还提出 不灵病患者 可以通过注射血液制品来缓解病痛 几百年前的不灵病患者 也都是通过喝血来治疗病症 大卫多芬还认为 不灵病就是欧洲狼人和吸血鬼传说的起因 不过这个理论并没有得到医学界的肯定 英国研究生医学期刊 还曾发文章辟谣说到 人家不灵病患者发病时 根本就没有喝血的欲望 而且喝血也不会被人体完全吸收 对于患者来说起不到任何好处 但就算辟谣了 这些谣言已经根深蒂固地 在人们心中留得下来 再加上艺术作品及时渲染 很多人把味光 咒服夜出 喝血 这些关键信息拼出在一起 一个吸血鬼的形象 就这样出现出行了 关于吸血鬼奇缘的争论 还有人提出另一种说法 有人认为吸血鬼传说的出现 是因为人们过早的安葬 毕竟当时的医疗水平比较落后 尤其是一些偏远地区的江湖囊中 水平有限 很容易出现误诊的情况 可能有人只是发个高烧 昏睡过去还没有断气呢 医生就让人家家人放弃治疗 操操安葬了 等到这个人醒来 诶 怎么发现自己在一个漆黑暇暇的空间里 那他肯定会大声呼喊 又敲又打 刚好人们就把棺材里传出来的叫声 当成了吸血鬼的嚎叫 棺材的破损 看着吸血鬼打落的痕迹 就这样一传十 十传百 在当地流传起了吸血鬼的故事 无论是狂犬病 无灵病 还是过早的安葬 经过对吸血鬼这一传说的起源探究 其实不难看出 所有对吸血鬼的恐慌 大多都是来自于当时人们的无知和迷信 也来源于当时的科学和医学的不发达 虽然吸血鬼是恐惧 和想象催生的产物 却并不妨碍它成为后世文化创作 不可获取的重要元素之一 从18世纪下半月开始 伴随着蒸汽机的轰鸣 工业革命彻底改变了欧洲人民的生活方式 轮船 铁路和煤气照明灯 驱散了欧洲大陆上的愚昧和迷信 但吸血鬼的传说并没有就此销声匿迹 欧洲文坛兴起的浪漫主义思潮 带动了吸血鬼文化的复兴 英国、德国等地的许多作家 对吸血鬼这种超自然生物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他们想借中世纪 和对过往世界的自我想象 来表达对当下资本主义物质文明的不满 吸血鬼的传说 也不再集权于东欧偏远的乡村 他们开始慢慢传播 吸血鬼开始从房间口口相传的恶魔 变成活跃在诗歌、散文、小说中的主角 例如爱尔兰小说作家 约瑟夫·法鲁创作的卡米拉 布莱姆·斯托克撰写的德古拉 这些经典的故事被后史无数次改编 借鉴 这种转变因为现代的吸血鬼形象定了个基础 以往在各地的民间传说中 吸血鬼都被简单地定义为 《思血恶魔》 关于他的描述也都是丑陋 上方着恶臭的怪物形象 在后来很多文学创作的故事中 吸血鬼都需要尽可能伪装 融入到人类社会中 所以他们的外表 也几乎没有任何抑郁常人的地方 只有在吸血时 才会霸得住疗牙 红色的眼睛等特征 诸物时代的设定 在此后的一百多年间 被大量的小说、戏剧和电影作品演绎并充实 也被如今大量的观众、玩家们所熟知 这期关于吸血鬼文化起源就先讲到这里 下一节目呢 我们将结合恶魔城 《上古卷轴5》 《英雄联盟》等各种出现过吸血鬼元素的游戏 讲述吸血鬼为什么都住在城堡里 他们为什么会和狼人成为一堆树里 以及那些吸血鬼害怕大蒜 能变身蝙蝠等游曲细节的由来 感谢收看本期的不值游戏 喜欢的观众朋友们可以点赞、关注、点击小铃铛 我是小一 我们下期再见